好,来听听你们是不是以上的其中一个球员 第一个就是你们杀球没有力量 或者是你们发力的时候 这个力量就传不出去 第二个就是你们动作特别僵硬 是不是这样子 特别僵,好像木头人一样 第三个就是你们的球没有速度 没办法加速,没有什么爆发力 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要仔细地来学一下 鞭打或者是闪动 或者是所谓的短发力动作 到底怎么正确地完成这个 第一个就是你把内弦做对就OK了 首先我先说到底什么是一个鞭打或者是一个闪动 其实它就是你们正常学挥拍呢 把内弦做对就OK了 很多人在学挥拍的时候呢 做内弦的时候没有学对 怎么会怎么样呢 比方说这样子 看很多人学挥拍是什么 一二摆平放下来 对吧 一二转小臂摆平放下来 从这边看 一二摆平放下来 做多了教练就让他们加速 对吧 就很僵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一转小臂下来 就是他们在练的东西啊 那打球就没有力量 那教练就觉得 诶 你的动作跟我们很不像耶 我们的动作还有一个 那种散动作还有一个鞭打效果 教练说 那你就加一个放松抓紧 所以很多人就会怎样 手指放松 做一样动作 放松 抓紧 哇 现在更僵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很多人这么做对吧 你看收拍也不对了 然后接着说 不是你要有一个鞭打 他们就会怎样 一二 就特意好像小臂出去再拉回来 动作越做越糟糕 所以其实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不是要多加一个动作 或多加一个放松抓紧 而是呢 他应该改他的内旋动作 正确的内旋是会戴上手腕的 放松 就会有这个扁打效果 看到吗 就是这个动作 然后很自然呢 由于你要动你的手腕 你就不会抓得很紧 因为如果我抓得很紧 我手腕是动不了 但如果我一放松 手腕就会倒 就会动 对吧 我一抓紧看到吗 他就不会动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很自然 我们就会放松 直到我们做完内旋后 我们才会抓紧 好 那现在我跟你说一下 要是如果你做对这个 边打或这个内旋动的 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你肯定是能够发上力 对吧 你不管什么球的好 你要杀球 你都可以杀得很重 很难受的点 没有空间去引拍 但是你由于你懂的 怎么去做一个 呃 这个对的内旋动作 你可以很短时间 把力量拔出去 如果你做对的呢 你不只是可以发上力 更多的就是呢 你可以打出一个很突然的球 什么叫一个很突然的球 也就是说呢 我引拍可以很小 对啊 如果这个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把力量传出去 我的引拍就可以不用那么大啦 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就把引拍 和刀手腕和推手腕 瞬间 做完 所以你会 经常会看到有些鼎眼球 球过了它们 它们还能够这样子 撒下来 是因为它放松抓紧吗 不是 它其实就是做对的内旋动作而已 对的内旋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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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内旋动作而已 动作而已 一推手腕这样抓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就很仔细地跟你们说 这个动作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样子的话 你们刷球就有速度 你们可以短发力 你们可以打出一个很突然的球了 OK 看啊 我们正常握牌 OK 正常握牌 你要握一个九字握法 或李宗伟握法 或陶肥够握法 都无所谓 就是一个对的握牌方法 好吗 对的握牌方法 记得不要放在手掌中心 往外放一点 靠在这个缝这边 这个肌肉 这个线上 夹着 这样子就行了 OK 好 我们会正常做我们的 夹牌 斩肩 夹牌就是斩肩嘛 OK 然后呢 我们会上我们的走 下左走 上右走 会做一个引牌 好 当你在做引牌的时候 这边就很重要 你的手腕要会往后倒下来 OK 上走的时候 你的手腕要会往后倒下来 原来是 一只上走 这边没有倒下来 所以是很僵的 然后到最后 他们只是摆平 再加上一个抓紧 是没有用的 能理解吗 现在你做一个引牌的时候 你要会 一 上走的时候 你要会 放松 你压你手腕 往后压你手腕 或所谓的利手腕 你可以往后立着 OK 好 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握紧 你握紧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你手腕压不下去 你放松一点手指 你就很容易倒手吧 那第三个动作会是什么样 我们会接进球 我们会往前推小臂 好 我们在往前推小臂的时候呢 我们会保持往后倒着手腕 我再重复一下 我在往前 舒展要接进球 我手腕会保持往后倒 很多人呢 大概学会引牌动作 但是因为他们 边舒展边推手腕 还没有击球呢 他们手腕就已经推完了 一 二 舒展要接进球 他们就已经推完了 已经没有力量了才这样子 都没有力量了才 要碰到球 不对 我们是 一 二 往前接进球的时候 我们会保持蓄力 这样子 直到我快要舒展完的时候 我才开始去推我手腕 就好像 有点好像打篮球一样 对吧 一样的东西 一 二 舒展 快要舒展完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推我们手腕 好 由于我拍面是这样子 那我去往前推手腕的时候呢 他就会 是这样下来 这样子是不对的 会切球 而且手腕会受伤 我们会讲 我们在 边推的时候 我们会一同 转小臂 和 转我的 手掌 边推这动作 边 转 推 就可以了 推 一 二 舒展 推手腕的时候 食指跟带动手腕去推的时候 去转小臂 就可以了 你转到什么程度呢 只要你从这样子 边推 边转小臂 边绕你的肘 这样压下来的时候呢 你在压下来的时候 你的虎口会稍微有点朝下的 看到吗 如果我拿走球排的话 虎口是有点朝下的 会这样朝这边的 显着朝下的 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是虎口朝这边 这是不对的 虎口朝这边就是你的手腕还没有压完 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而已 它没有压下去 你看我手腕还是有点立着的 我要继续的推下来 虎口就有点朝下 当你是这样子往下 压手腕边转小臂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拍面 会从这边 摆平 继续的 由于你的虎口是朝下 它拍面会有点朝 这边 好 但是我不是这个时候机球 要不然它会出界 我是 在 摆平的时候机球 但是我一机球我不可以停下来 就跟我要打一个东西一样 我不可以 更要碰到我就停 不可以了 我要 打下去 所以一样的 我这个带动力量 一二 接近前后 我要推手腕做内旋的时候呢 边推边内旋碰到了 继续的推下来 它就会有这个现象 好像有点朝这一边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 这个球拍会躺在拇指上面 这个时候呢 由于你有推手腕 即便 我不去抓紧 你看它会怎样 它会有一个弹回来的 一 二 速斩 推手腕 摆平 放松就行了 它都会弹回来的 我在没有甩快的速度 它都会有这个 边打 一 二 速斩 内旋 那如果我甩快一点的话呢 就更不用说了 看到吗 当你甩快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 稍微 要推的时候 你手指会稍微抓一下 那是自然反应来的 一 二 速斩 倒手腕 在推手腕的过程中 在推手腕的过程中 转小臂 转你的肘 边 推 边转小臂 边转你的肘 摆平 它就会 有这个 所谓的 便打了 因为你会动 你的手腕 OK好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OK 你会发觉到 你稍微甩快一点的时候呢 你的手 自然会被拉下来 看啊 一 二 速斩 我再做一个内旋 只要我稍微 退快点 你看到吗 我一甩完后 你看我手会下来的 为什么我手会下来呢 并不是我可以收拍 或者是 并不是说我有一个方法去收拍 没有 我这手拍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做对的话 斩肩 斩肩 上走 速斩小臂 你的力量是从这边 到 大臂 到走 到小臂 到手腕 推 你这样 如果你有这样子推的话 它就会传到球拍头 当你传到球拍头的话 你再去 这个时候 你一抓的时候呢 由于球拍头很重 你一抓 这个球拍头会这样子 会这样下来的 一下来的时候呢 你本来握得很紧对吧 它一下来的时候 它会把你手腕有点拉开 这个时候 它会带动你整个 手臂会被拉下去的 好 当然当我说会打开啊 这个时候 并不是说会打开 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是 当你压完你的手腕后 立着手腕 往下一推完你手腕后呢 这个球拍头 由于很重 它压下去的时候 你这边会稍微有点 它会这样子的感觉 但后面三 四个手指还是握紧的 它会打开 这样子 正好你手腕会被压着 你就会下去了 所以它是有这个感觉 巴 球拍头很重 这边会 好像这边会有点 本来压得很紧 现在会有点松开 正好这球拍头会继续的压 你的手腕就会这样子 然后就会 抖就下去了 所以说对这个 所谓的内旋动作 它就会有这个鞭打 甚至你的手腕会很自然 你看啊 一 二 苏斩 只要我是 内旋 推了手腕 再抓紧 看到吗 我一这样子的时候 它好像会 这样抓吗 由于力量传到球拍头 它就会 下来 它一下子还会拉开我手 它会拉开我手 一拉开我手的时候 这边就很重 我手就会 向下来看 能理解吗 好 再次我就跟你们说 到底什么时候去做 这个 抓紧啊 OK 其实这个抓紧 像我说的 它是应该是 做完内旋 你自然会抓的 你发现到 你的球拍头很重的时候 你手会抓 很多人就是 内旋本来就不对 然后 只讲着抓紧 放松抓紧 他们就会提前做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提前做的 因为很多人就说 放松抓紧 就在机球那一山 机球那一山 跟放松抓紧 其实你不可以说 直接去连贯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应该说 放松抓紧 是在你做完内旋 压完手那一山 抓紧 而机球 是在内旋的过程中 击球 懂吗 这样子的话 你就知道 我在内旋的过程中 我会击球 当然我一百片的时候 我击球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不抓紧 我是做完内旋 压到手腕我之后 我才抓紧 懂吗 很多人就直接跳过 换一句话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球员 你内旋是本来做对的 你放松抓紧也是很自然的 夜旋去问你的时候 你可能就说 我其实放松抓紧 就在我机球那一山 其实这个说法是对 但是只不过是没有讲得很仔细 对一个夜旋来说 是很难去理解的 懂吗 因为我们的放松抓紧 其实是包含做内旋的 而我们内旋的时候会机球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才抓紧 懂吗 所以要是如果你做错的话 你就是想着放松抓紧 对吧 你没有推手腕 你就会这样子 对吧 一 二 就直接这样抓 你这样抓的时候 你发现到呢 你一抓紧的时候 你可以抓得很紧 然后球拍头没有什么动的 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收拍了 因为它这边没有重量 它没有再拉下来 你手臂不会下来 你就会这样子 一 二 完蛋 然后这边怎么放松 怎么收拍 你就会说 抓紧后你要放松 就很奇怪了 有些人就会这么练 一 二 放松 然后抓紧 然后再放松 一 二 抓紧 放松 一 二 抓紧 放松 其实如果你会推一个手腕 你一推 你一抓紧的时候呢 由于这球拍头很重 你在一抓紧那一上 球拍头一往下一拉 你手就会自然放开一点 它自然一定会放开一点 然后你手臂就会被拉下来的 一定会的 我们不会说 没有推手腕就抓紧 就会有这个现象 力量在这边没有传到球拍头 没有传到球拍头 在这边 只要放下来 就很奇怪了 所以你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你们的所谓的鞭打做不好 我做得很僵 就是这个鞭 能理解吗 边推手腕边转小臂 从这样子有推到这样子 不用压的很多 从这样子有推到这样子 就可以了 你别说没有推到就是 手腕还是有点立着这样子去 不可以的 还是这样抓紧是没有用的 一 这样抓紧是没有用的 一 没有用的 推到了 拍头有点朝前了 这样子 就有这个鞭打效果了 一 二 推 就有了 好 那现在我跟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鞭打球员会说呢 把手指力量加强 因为我们放手刺激 很虚而到 就在这边 如果你这个做得很好 然后你再加上转换重心也做得很好 转换重心 然后这个转换重心也做得很好 如果你这个也做得很好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你的挥数 会比 静态没有转换重心的时候 快三四倍 这个时候由于你的力量传得很好 传到球拍头 球拍头特别重 太重了 直到连你放松抓紧 这个能力都不够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主动的去加强你手指力量 因为你从你的转换进去做得很 传力传得很好 真的要是如果没有加强手指力量的话呢 这个球拍会歪 会摆不正 会握不紧 这个球拍没办法摆平的时候 根本连握住都握不了 懂吗 就在这时候我们才会加强我们手指力量 所以为什么专业区别呢 打到那个级别了 我们才会说 每天会练手指力量 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级别 你会拍不对 你的内旋不对 还是你回速不是很好的时候呢 没有必要去抓紧 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抓紧 你不只是没有力量 力量传不出去 反正还收回来 能理解了吗 这道理 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教学人 会很注重在这个鞭打鞭打 他们说这样子更加突然 其实呢 不是因为鞭打让它突然 而是因为你内旋做对了 你的力量可以传到球拍头传得很好 加上你转换重心 你的影拍就可以缩得很短 你影拍缩得很短的话 别人就看不出来你什么时候影拍 球就会很突然 我这样子一影拍再打 你就可以看到 哦 它影拍了 你要做启动 但我现在没有什么影拍 我就直接打 啪 哇 就很突然 当球过你才反应过来 所以就显得很吓人 你就会看有些顶眼球员对吧 球过了他们 对吧 已经很低了 好 他们还没有跑到位 但球在这边 他们要是如果真的在跑到位的话 球就真的掉下来 他们就没办法打了 他们就可能要用低点打球了 那他们可以怎样 虽然球过了我们 对吧 我们这个影拍也来不及的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影拍做得很短 然后把这个内旋做得早一点 所以本来是很高 我可以这样子吗 现在我来不及 哦 过了我 我就可以做我的这个 懂吗 我就可以直接做我这个内旋转 或者是说这个球过了我 但是不是很高 哎 我想要直接点下来可以吗 也可以 就过了我 我要这样点下来也可以 就是因为我会了这个队的内旋动作 这个边打的动作 那即便球稍微低一点 我还没有跑到位 只要我可以舒展这样子 做 我就可以打出一个快速球 我可以打一个很突然球 或我可以打个高点球 都可以 他顶眼圈经常会这么做 或者是说像林丹这样子对吧 你看李周伟每次打他头顶的时候 然后他慢悠悠地去 突然间他一个小动作 就杀了一个子线 所以现在你们一做对你们会呢 你们现在就可以杀出那么快的球了 那有些人问我怎么做一个李中伟的不转身杀球 也是这样子咯 当然不转身杀球 他有一个侧身的方法 然后不转身的情况下 懂得怎么转换重心 然后再加上这个内旋动作 你就可以杀得很夸张咯 所以呢 这些呢 你会了呢 再加上对的转换重心 再加上对的转换重心 能够舒展的挥拍 能够舒展的打 你的球可以杀得很离谱 可以杀得中 可以杀得减 好 如果你们要学这种杀球 这种不转身杀球 这种杀得很隐蔽 像李中伟这样子 你们可以去看我们杀球的完整版 我们杀球完整版 有把这些基本功 这些内旋 这些再讲得很仔细的 你们可以去看 转换重心怎么做 怎么把力量传出去 从你的腿传到球排头 到底完整中怎么做 全部都有交互 去看